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97集 施主是个美籍比利时人 化工专家 收品于RX公司 这个公司技术 入股我省的宁大煤矿 而且正在做省煤化工一项 合资招标项目 它在机场丢失的东西 好像是有关RX公司的一项 核心采决机械技术 以及他们的招标书 还有大量的电子技术资料 行李是被人冒领走的 根据治安支队前两天的调查 应该是有人顺手牵羊 偷走了包裹弹 然后冒领走了行李 现在老外急火了 先是在机场抗议 后来又跑到省府抗议 省府也没办法 派办公厅秘书 陪同着把人送到公安厅 和市公安局了 我听说啊 这家伙两天跑了十八趟 就差在省厅和公安局打地铺了 上面领导都急毛了 副驾上的刘兴兴队长大致介绍着案情 说得很郑重 甚至有点紧张 毕竟是外宾 天天和毛贼打交道 和老毛子打交道 那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于醉开着车 没劫茬 笑了笑 抓不尽的天下毛贼 他已经习惯了 当贼的盯人 只看下手目标的好坏 可不管你施主的中外 他不吭声 后面的李二东发言了 抗议个毛啊 让解访的出面 扣起来 遣回原籍 刘队长眼睛一致 气着了 还有更猛的 鼠标本来就对这么多领导 集体逼宫反爬队不满 直接拍着大腿喊 这叫什么事嘛 普通人丢了东西自认倒霉 外国人丢了东西警察就得倒霉 太不对等了 刘队咱不伺候啊 刘队长扭过头 给了美人一巴掌 这俩小子笑着不吭声了 话说在这个边缘队伍 从上到下也算是同气连枝 队长维护队员 队员心里也想着队长 原来这些小队员是在为我叫区啊 也对 这事要是办得好 也就抓个毛贼 不是什么大事 可办不好就惨了 毛贼都抓不住 你说你什么玩意 非当警察吧 反正吧 出身不好 警容警机大整盾 派出所的毛病不挑 刑警队的问题不少 就找翻爬队 反爬队这儿一找一堆问题 而且理由更好找 邪警太多 整体素质自然提高不了 这次查问题 一不小心 把李二冬和鼠标捎带上了 两个人对此早有为辞 就事论事争辩上了 这就该航空管理部门负责 找不回来陪人家活该 明明该治安支队负责 好歹咱们路面打击犯罪侦查 也算刑警里的一号啊 反正不管怎么争吧 说破天也轮不到反爬队 既不是辖区也没有这项职责 你怎么看啊 于罪 不知道 就听您介绍了几句 咱们可能知道 先停车 我跟你仔细说说 看于罪这么慎重 刘兴兴队长叫着车往路边停 车停下驶 刘兴兴队长也慎重 开口就是一句 小鱼啊 有些话我这当队长的不该说 可到这份上就不能不说 你得正确对待啊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千万别逞能 这个事不好逗 你办不了吧 一务时机肯定得挨批 你能办到吧 显得人家其他警种和那么多同行无能 所以得幽稚点 于罪愣了一下 在老队长的眼中看到了忧虑 但凡这个年纪还窝在妇科级的位置 凡事都会这么瞻前顾后 忧虑重重 他还没有说话 鼠标明白了 这叫什么事吗 办了 他们脸上有光 办不了 给咱们自个抹黑 不干不就成了 他们另警告明信 不好往外推吧 市里头 省里头 连开车的司机警衔都比咱们高 其实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就怕这些孩子们太过年轻气盛 在这种条件下遭遇挫折 恐怕以后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明白了 走着看吧 不过你们想过没有 领导要往你们脑袋上扣责任 你想躲都没门 这事啊 八成得接下来 于罪笑了笑 拧着车钥匙启动了 刘队长看着于罪 心里跳着跳 还是这位有眼光 已经做好担责的思想准备了 这样也好 到省的受了挫折 才让我这队长来做思想工作 找人足足耗费了两个小时 这个磨蹭啊 省厅那位李处长早坐不住了 就在众人等待的时间里 省府省厅的电话来了若干 那位国际友人已经通过远在京城的大使馆 提出抗议了 省厅崔厅长下了命令 你们刑侦 治安巡逻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线索 务必帮助国际友人找回失误 知道吗 来了 政主终于来了 治安支队长推荐的一个月抓了两百多名街头毛贼的猎爬奇人 刑侦支队推荐的五分钟审下老贼来的小警 被一群反爬队员簇拥着进了院子 刘行星队长盲目迭地带着人进了会议室 即便脾气最好的此时也等齐了 这小子多大个人物似的 明明就是一名警员嘛 而且其貌不痒的 于醉进了会议室 一个普通的小个子 比众人料想中的形象要差上几分 他进门以后规规矩矩地敬礼 然后乖乖地站在一旁 似乎在有意识地把队长刘行星往他前面推 刘队长哪受得起啊 赶紧地介绍着来人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领导们 这位是 我来介绍吧 这位是支队长孔庆叶 省政府办公厅的秘书韩兆齐 省化工研究所保卫处的方不远 省厅外事处的李卫国处长 一个挨一个地介绍着 在门口的鼠标纳闷了 悄悄和李二冬说着 诶 都是处 介绍完了 一大群中年男 此时盯上传说中的猎爬三人组 被一大群中老年男盯上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何况都还是领导 有人在审视着鼠标 似乎怀疑这个小胖子 实在有些浪得虚名之险 有人在看着李二冬 甚至怀疑这家伙 是不是警察编制内的人呢 毕竟反爬队大部分都是协警 当然更多的人是在审视着余罪 等着他开口 孔庆叶支队长 倒是稍稍讶异了一下下 这孩子不错 最起码没有切成 又是一个酒隔声 鼠标下意识地无嘴 被人看得紧张了 酒意又犯上来了 他一打嗝 像是有魔力一般 李二冬也跟着打了个嗝 惹得支队长和省厅那位处长 很不悦地盯了刘队长一眼 刘队长低着头 实在不好意思再找个理由解释了 孔庆叶支队长好歹给了个笑脸 这个气氛实在是太沉闷了 余罪笑了笑很重肯地说着 一般实际案件找到的最佳时间是24小时之内 现在最佳时间已经过去了 再说这个案子我们也未必专业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街头爬窃 可这个案子是在管理相当完善的机场发生的 咱们那么多高手都参与了 我们 余罪的脸上满是为难之情 前台词很明白 那就是我们就不要去凑热闹去了 如果在功劳面前这么谦虚一下 还是很让大家欢迎的 但在案子面前可容不得这么谦虚了 李处长没吭声看了孔志队长一眼 看样子两个人早商量好了 孔庆叶支队长直接说着 嗯 态度端正这是对的 可信心不足就不可取了 这样 老刘 把你这几个人借给我 到机场试试 现在火烧眉毛了 还分什么行政治安 连崔厅长都亲自到现场了 走 马上走 找到失误 我亲自为你们庆功 公安干部 典型的拍脑袋决定 从来都是一挥手勇往直前 不容分说的拉着余罪 一行人簇拥着出了会议室 省厅来了人 支队长自然不敢怠慢 孔庆叶伸手招着余罪 鼠标李二东三人 叫上了自己的车子 一行人风驰电掣 直向去市区上有二十余公里的机场 驶来了 多人小说剧《余罪》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